来我们这个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听神的话语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心中是充满着感恩的 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是值得万代 主啊你是一位何等爱我们的神 我们今天是带着感恩的心 我们是带着一颗真的爱心来到你的面前 来敬拜你来听你自己的话语 我们祈求圣灵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 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门 让你的话也今天落在好土上 往下扎根往上结果 赐福以下时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当上帝把保罗一传难这个故事 在使徒行传27章放在我心里面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在祷告中说上帝啊我应该选怎样的主题呢 立刻的在我脑海里面圣灵就给了我这四个字 水生火热 对啦这四个字是从圣灵来的 水生火热中的救生报 不可否认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真的是落在这个水生火热中的状况 状况 疫情的到来从来没有提早通知我们的 没有能够避免的 没有人可以说我可以逃避的 人人 人人都要面对 这个疫情 蔓延到全球 不是越来越好 反而变本加厉 现在有了新的这个病毒出现 研究家科学家医疗 医生等等都不断的在那边研究新的这个什么呢 疫防的接种疫苗的工作 好像跟 这个病毒啊 真啊 谁跑在前面啊 谁能够追上谁啊 现在呢真的是 华人以前我们一见面就说 吃饱美啊 但是现在不是了 一见面 打赞美啊 接种了没有 对不对 这个是新常态啊 这个疫情的到来 影响力和破坏力 是全面性的 现在的情况 真的 使得很多人担忧 心里面充满着恐惧 焦虑 不安 困扰 无奈 无助 啊 失落 无能 愤怒 彷徨 也不但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也影响到 国家的经济 也影响到 美日的生活 疫情打乱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带给我们很大的挑战 很多人心中都有很多的烦恼 为什么呢 还要面对美日的生活 还有欠车 欠房子 的贷款 还有开销 还有 身外务的损失 有些失去了 亲人 相信我们当中 我们周围 都有朋友 或者是亲人 有受到这个疫情的攻击 我自己的孙 小儿子的女儿 也被确诊 你知道吗 所以我可以 感同 胜受 那种感觉 我们不切的为他祷告 感谢主 14天过后 终于 检验到 是 没有事了 negative 阴性了 很感谢主 都是神的恩典来的 每个人都有这种的经历 身边的朋友家 家人 怎么受到这个疫情的 侵 侵入 心中真的是 很无奈 更担心的就是 我们是否会被感染到 对不对 尤其是看到 报章上一次的报导这个确诊的人数有 身无下 有真无减 哇真的是很多人 冒忍汗 是不是 这种种的问题 在这个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下 我们真的需要有救生报 当你落在水深火热里面 无论是你掉入这个大海 或者是你 迷失路在森林 或者是掉入深烟 或者是被困在山洞里面 当你落在这个危险的地带的时候 当你处在一个很危险的 处境的时候 然后 我们真的 盼望 有这几类的 救生包 Survival kit 尤其是救生圈 哎呀我这位老牧师 学了很多次游泳 都不成功 沉水多过 浮起 浮上来 如果我真的跌在水里面 我第一个要想得到的就是 救生圈 因为我不会游泳 你看 救生包是那么的重要 当你遇到危机的时候 哇 你罢不得有这个 first aid kit 救生的用品 能够救你脱离 你的危险 所以今天我要从使徒行传 27章 第1节到44节 跟大家分享 三个重要的救生圈 救生包 那首先我要介绍一下那个历史背景 那我们看看保罗 的这个整个的行程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 对不起啊找不到中文的 给你们看 英文的 你可以看保罗的路程啊 是多么多么的遥远啊 使徒行传27章的故事呢 如果你要知道他的背景 你可以回去看使徒行传25章开始 整个故事的背景是讲到保罗在广传福音之后 有事情回到耶路撒冷 但是他一到了耶路撒冷 就被敌视他的犹太人 宗教领袖 来误告他 来给他麻烦 那他们就叫耶路撒冷 罗马总监 或者总督 非斯都 把他逮捕 跟他 关进这个监牢里面 那么保罗很有智慧 他知道他在耶路撒冷得不到公平的审判 因为那些 极端 仇视他的犹太领袖 想尽办法 要 陷害他 要杀害他 所以保罗呢 就 就想到 他 身为一个 罗马公民 他有罗马公民的权利 所以他就要求这个总督 非斯都 把他送 去罗马 由罗马的王帝 凯撒 亲自来 审判他 保罗知道他是无罪的 他是清白的 他没有犯错 所以他想要向凯撒上诉 他知道身为罗马公民 身为一个清白无辜的人 他有这个权利 寻求罗马政府的保护 所以呢 这个非斯都 拔不得把保罗送走 少一个麻烦 所以他好 就把保罗 跟其他的囚犯 送去罗马 你看看那个路途多遥远 看到吗 多遥远 就是 整个的里程 长途的里程 经过克里特 风暴的拦阻 那个船又到了 马尔他岛 又单元一段时间 后来又到了西西里 最后抵达 意大利 看到吗 意大利 保罗 保罗就在军兵的看守之下 从这个陆地 就向着他期待已久的目的地 罗马 敬战 为什么我说期待已久呢 因为保罗一路以来都很想把这个福音传到罗马 当你看罗马书 第1章第10节 保罗很想把这个福音传到罗马去 既然现在有机会了 就算是以这个囚犯的身份 去罗马 总比没有机会去 好 所以使徒行传27章呢 这段经文呢 就是记载了 这个罗马的百夫长 怎么样带着保罗 还有其他的囚犯 前往这个罗马 在海上 遇到了大风浪 并且传难 的过程 Shipwreck 传难 对了 这整个的过程 真的非常的细剧化 但是我们都看到神奇妙的看顾 和保守 既然这段经文很长 我现在只是单单选出 三界的经文来读给大家听 让我们来看 27章 22节 现在 我还劝你们 放心 这个字非常重要 尤其在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每个人 都需要听到耶稣过门说 放心 你们性命一个也不失散 唯独失散着传 所以 众位可以 放心 我信神 他怎样对我说 事情也要怎样 成就 7的人 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 上岸 这样 众人都 得了救 上了岸 上了岸 我很喜欢 44节 老板 发布的我们众人都能够从疫情中得救 上了岸 对了 他 在古代的 在古代的时候 航行 来 破坏 破坏 连我们的 性命 也 难 保 保罗已经意言到了 这一次 的传难 性命 也难保 今天我来介绍给大家 从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需要的救生包 来生存 第一 在这救生包里面 首先 什么东西需要把它扔掉 不应该有的 什么东西我们需要 首先我要讲的就是 什么东西我们 不需要的 我们不应该有的 然后我才介绍两样 我们一定要有的 第一 要扔掉 额外的 包袱 原本他们起出航船的时候 风平浪静 但是忽然间 起了一个大风暴 人生就是这样的 我们在 2020年 三月份之前 很平安很安稳的 过我们的日常 生活 谁都没有想到 忽然间一个大风暴 撒 出来 直到人六神无助 当这个大风暴临到的时候 你看看 他们做些什么 27章18节中了就把活物 抛在海里 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 抛去了 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 抛 在海里 你看 连吃的东西都要抛掉 哇 当时他们可能吃啊 一直一直的灌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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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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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进去肚子里面 其他的呢 真的是吃不下去了 就把他抛在海里 原因是 要回 叫船 轻一点 是的 当我们遇到这个水深火热的船难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 再一次的三思 我们要再一次的来思考一下我们的价值观 什么是重要 什么是吃药 在这个疫情中 我一个朋友 传给我一篇信息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读给大家听 钱财再好 好不过生命 名利再大 大不过健康 能活着 就是最大的财富 还活着 就是最好的 幸福 对了 这个疫情 苏醒了我们每一个人 看到什么是重要的 什么是不重要的 亲人的 有亲人的陪伴 你是幸福的 有健康的身体 你是 幸福的 有平平安安的日子过 你是幸福的 我们真的需要重整 我们的价值观 所以在这个船难的时候 巴罗吩咐他们 要抛掉 额外的东西 什么是额外的包袱呢 我可以说对每一个人来说 不一样 你的跟我的不一样 我的跟你的也不一样 为了减轻无必要的重担 求圣灵光照我们 可能有些你的是你的嗜好 暂时是 不重要了 放在一边 可能打到我夫球还是什么 我不是说他们不对啊 我是说可能暂时要放在一边 可能你的生活方式 过去你一直的 要应酬着你 应酬那你 你在外面要吃大餐 要吃好料 大鱼大肉 现在可能 也尽量 不要在外面吃了 是不是 林肯在家吃一顿 家常便饭 可能有一些你想到要买新车 买新房子 现在可能是说 暂时放一边 不是时候 甚至我一些朋友啊延迟他们的 婚礼啊 延迟组织家庭啊 连生孩子也暂时要 或者是搬家 搬新家可能也暂时要放在一边 可能 你想要庆祝你的 生日 很隆重的庆祝你的大寿 可能暂时也要放在一边 是不是 甚至一些合理的东西啊 你的梦想你的理想你的追求啊 可能都暂时的 放在一边 隔在一边 因为 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调整 适应 接受改变 留的青山在 不怕 没 彩燒 所以不要跟自己过意不去 如果你在家里面跟你的朋友 甚至家人坐在一起听到 转过去跟他们说 不要跟自己过意不去 不要跟自己过意不去 另一章 我们需要 扔掉 额外的包袱 因为不让他 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拦阻 这个额外的包袱 不单只是外在的 就是我们的自由 受到限制了 年轻人以前 any time 去Starbuck 喝咖啡 去McDonald 去KFC 现在虽然打了两只证 你都犹豫不决 我看还是不要这样快去好了 因为去到那边要脱下口罩 才能够吃 哎呦 别搞笑了 还是这样 grab 安全一点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包袱可能是外在的 也可能是内在的 我们的情感 我们也要把它放在这个 垃圾包里面 Rubbish Dumb 把它放在一边 你正在烦什么 你很多焦虑 很多重担 很多惧怕 这些内在的包袱 我们也要放手 交给耶稣 另一章 交给耶稣 对了 Let go and let God 这个疫情 什么时候结束呢 你一直在那边担忧 担忧你的孩子要上学了 担忧你要上工了 你没有了自由 打乱了你的生活 你的生意受到影响 你的学业受到影响 你又担心被确诊 你又担心没有钱用 手头很紧 这些忧虑 其实很多时候 都很合理的 正常人 都会有 多多少少的担忧 但是耶稣不要我们活在 担忧忧虑里面 以致我们没有了平安 睡也睡不着 吃也吃不下 还要吃Panadol 来过日子 耶稣不要我们 过这样的生活 把你的忧虑 全部交给耶稣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放下各样的重担 马太福音11章告诉我们 耶稣说 老骨蛋重担的 来来我这你 怎么来 接着祷告 祷告把你的忧虑 内在的忧虑 外在的忧虑等等 交给耶稣 他就会使你得 安息 我就分享一个见证 在几年前 我的小儿子和我的媳妇 他们有两辆车 我的小媳妇 一辆车 因为他做工 他要驾车去基隆坡 Petronas那边做工 我的小儿子呢 也有他的工作 但是后来呢 Dorei来了 大女儿出生了 接下来小儿子也出生了 结果呢 神又呼召我的小儿子 进入教会全职 服事 啊 那个时候他才知道 全部够用啊 要养家 又有两个孩子怎么办 所以他们 在做祷告 彼此善良之后 觉得他们生命里面多了一些包袱 结果呢 我的小儿子就决定了 卖了他那辆车 卖V 卖了他那一辆车 只用一辆车 我的媳妇呢就搭 LRT 去到KLCC那边做工 虽然一点不方便 就是大家要找他找他了 什么时候你要用车 什么时候我要用车 是有点不方便的 但是 人要很实际的嘛 还没 你还要怎么样 结果呢就把一辆车卖掉了 少供一辆车 那么生活就 轻省了很多 担子也轻省了很多 所以我说 不要跟自己过意不起 是的 什么是重要的 什么是次要的 船都要乘了 那无必要的东西就要把它扔掉 才能够保守我们的 生命 生命 更重要 好 第二 除了我们要扔掉我们额外的包袱以外 我们还要相信 神的应许 第二样救生包里面 你一定要有的 就是你的圣经 哈利路亚 神的话语 什么东西都可以失去啊 神的话语不能够失去啊 因为耶稣说到天地都会废弃我的话语 一点一地也不会废弃啊 神的话语永远长存啊 在你的救生包里面一定要有神的话语 神的应许 四篇五十篇说到 并要将患难之日求告我 我必打救你 神没有说我考虑考虑一下 神说我必 打救你 你也要荣耀我 十篇五十五篇二十二节 你要把你的重担谢给神 他必 护养你 他永不叫义人 动摇 对了 接下来看 另外一章 神的应许 很重要 在这个水深火热的日子里面 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 你而生的应许 当这个水手们和船主 在这个大船出海之后 遇到狂风 遇到暴雨 当船上每一个人都在那边担忧的时候 为什么保罗能够敢敢的 对他们说 在22节 你们的性命 一个也不是善 唯独 是善 这船 船 身外物吗 如果船在 人没有命了 那船 有什么用呢 是不是 23节 保罗提到 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来看 保罗说到 我 我所属于的 我所侍奉的神 他的死者 昨夜站在我旁边 对我说 保罗 不要害怕 你必须站在凯撒 你必须站在凯撒面前 并且与你同船的人 神 神都赐给你 神都赐给你 所以 保罗 能够这么 站 站定 很站定 很站定的 在船难的时候 他成为神的出口 他用神的话语来安慰 同船的人 所以 众位可以放心 我信神 他怎样对我说 事情也要怎样 成就 看到保罗 的见证吗 当在这个疫情 在蔓延 在 冲击 在全世界的时候 弟兄姐妹们 你和我是否能够像保罗一样 成为神的出口 跟我们身边的人说 我信神 我信神 他怎样对我说 事情也要成就 还是我们好像 其他的人一样 谁咯 谁咯 火烧到来了 没命了咯 谁咯 谁咯 想办法咯 谁咯 我们是否会在 众人的面前 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我们是否能够带着信心来宣告 我信神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 第1章12节说到 我知道我信的是谁 你知道你信的是谁吗 我知道他会保守我 这是非常重要的 弟兄姐妹们 在危机的时刻 我们要用神的话语 来安慰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 保守 我们身边的人 让他们的眼目转向神 让他们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 在这个危机的时刻 水深火热的时刻 只有神的话语 能够带给我们力量 盼望 方向 亮光 指引 安慰 就在这个水深火热的时刻 让我们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 神的应许 神的话语是我们的指南针 所以为什么 不能够偷懒 虽然不能够来尸体的聚会 我们一定要参加 线上zoom的聚会 因为在聚会中我们领受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再次会建立我们的信心 造就我们的信心免得我们也会倒 好像Titanic这样沉下去 我们需要神的话语 抓住神的应许 在这个 危机重重的时候 神有透过他的哪一个话语来向你说呢 神给了你什么应许呢 我就分享我自己的见证 在这个疫情当中 神很信实 他说 你信靠我 诗篇34篇 他说哨壮狮 狮子都会挨饿 但是敬畏神的人 求告神的人 义无所缺 这是神的应许 我信神 我信他的应许 上帝很奇妙 供应我一切的需要 因为我身为一个自由传道人 我就是 要传 福音 我才有所谓的 收入 但是神很奇妙 他供应我 透过很特别的方式 我相信上次我跟大家分享过 透过 就是从3月到5月 2019年 透过举办7到8次的丧礼 神供应我的需要 那除此以外呢 就是讲到借种 的一个见证 那我自己呢 其实也有一点的 犹豫不决 不知道要不要打这个针 很可能就是看到很多的新闻 头脑有一点的挣扎 来到5月27号 那天 我的大儿子 就对我说 妈妈你赶快注册啊 今天是最后一天给热林人士 60岁以上的 怎么样的申请借种啊 你赶快注册你不要再等了啊 结果呢 来到晚上的时候 10点 45分 我就进去 My Sajjata 我才看到那个新闻啊 终止时间 6点 阿拉玛 我过时了啊 那个时候已经10点45分了我才进去你知道吗 但是无论如何我做一个祷告 我说上帝啊是我不听话了 你 饶恕我了 我愿意 申请了我愿意进去啊 申请借种 那个时候呢 你知道吗 我填写了 3次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他给我的那个地点啊 去哪里借种啊 哎哟又 Bangyi啦 又Sedang啦 又Shalam啦 又这里那里 好远好远啊 我说上帝啊 我不想去到那么远啊 我真的有一点犹豫不决 怎么办呢 第四次 我就填写了 其实我不应该填的那个地方了 因为 Sherangia有Sherangia的地区 基隆坡有基隆坡的地区 我就填在 基隆坡的地区 我就按 马大大学 原本不是在我的范围里面 我就不管了 三七二十一我就按了 马大大学 我也选了我要的日期 我就闭住眼睛 Send Submit 沉上去 过后呢我就安然睡觉 当然我做了一个祷告 我说上帝你恩待我 你恩待我 随听我的祷告 奇迹真的发生了 在三个星期内啊 我就 接到回复 我要的日期 他给了我 6月21号 我要的地点 马大大学 他也给了我 时间也是很理想 下午两点半 更奇妙的就是 上帝为我预备了一个天使啊 这位姐妹早早都已经催我要借种了了 他说牧师你放心 你什么时候借种你打个电话过来 来 我就来载你 去 载你回 哇 很感恩 上帝连车 司机也为我预备了 结果果然当天他来载我 载我去 还买了 这个特别的贵一点的面罩给我 N95是什么 还买了一包Panadol给我 然后 还煮了一大只的这个凉茶给我喝 叫什么了 都忘记了 有 苹萝 苹果 和 蜜糖 餐起来的 哇 我真的喝到啊 心里面好甜好甜 不但口甜啊心也甜啊 我打完疫苗回来啊 一点发烧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Panadol也没有用到 你看神多信使啊 当我打第二针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发生 他来载我 又被一杯了 一只更大只的这个水给我喝 所以呢我没有发烧没有头痛什么都没有 正常 你看 神的话语 是信得过的 你求告他 你求告他他就会应孕你 我时常说一定要打 天线 333 耶利米苏 33章第3节 啊 这就是我们的hot line to heaven 我们 祷告的天线 不会jam的 不会说哎呀我现在很忙碌啊 耶稣很忙碌啊 天使长说你迟一点再打上来好不好啊 这个耶稣很忙碌啊 有300万的人在在骚扰他 不会的 记得打天线 333 耶利米苏 你求告我我必应孕你 而且我能够成就 又大又难的事 所以 你要信神 你要信神 最后 在这个救生包里面 我们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 物件 那就是 信 信 哈利路亚 在这个疫情的冲击之下 打击之下 我们一定要紧紧的抓住我们对神的信心 因为有信心 我们才能够继续靠主 前进 不退缩 一定要有信心 给我们的勇气 我们的决心 坚持不放弃 神的话也说到 我们的上帝是那位天天 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祂是拯救我们的神 祂是应当被称颂的 Keep pressing forward 接下来第2章 在这个传难的时候 保罗劝他们 因为他们又担心又忧虑 他们已经14天没有吃东西了 哦那个时候不是正死啊 怎么谁呢 在我谁啊 不是正死就是饿死啊 保罗很有智慧 保罗说 你们众人啊 33节 你们众人都要吃饭 因为你们啊 已经 冷饿不吃啊 已经14天了 所以我劝你们 你们要吃饭 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 如果你还要活下去的话 因为你们个人啊 连一根头发 也不至于 损伤 于是 众人听了他的话 因为保罗在他们面前啊 祝谢 拿了饼祝谢 拜该吃 于是他们都放下心 36节 就吃了 当时船上有276个人 他们都吃饱了 剩下的就跑 去海中 对了 在这个水生活日的日子里面 我们不能够开倒车 我们仍然要生活 仍然要做工 要养家 要赚钱 我们仍然要读书 我们仍然要过 我们的日常生活 人生只有前进 没有后退的 我们虽然不知道前面如何 明天如何 是个未知数 但是我们知道 耶稣 掌管我们的明天 他掌管一切 他仍然坐在宝座上 世界每一天都在变 病毒也每一天在变 对不对 我们不能预知明天 我们不能够掌握明天 但是我们不能够停下来 我们要继续靠主 凭着信心前进 我们好像走在一个隧道里面 你们有去过 东海岸 还是去到宜宝 有时候经过这个隧道 这个tunnel 有时候 它灯光不是很亮 很阴暗 我们现在在水生活日里面的时候 我们也是好像走在这个 阴暗的隧道 我们不能够停下来 如果我们停下来 我们不单连累自己 也连累到 后面的人 也连累到我们身边的人 如果我们停顿下来 被卡在这个隧道里面 被困在这个隧道里面 可能就遇到车祸了 因为后面的车看不到啊 或者是走得快啊 所以我们不能够停下来 我们仍然要靠主 这位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我们要勇敢的前进 因为我们看到在包藏上 有一些人 他们不能够走下去 他们也走不出来 他们也走不出来 在这个困境当中 我们读到很多人自杀 很多人寻找短见 当天我又读到一个新闻 有一个人从22楼跳下来 去 去 靠局 唱罗会 跟你身边人说 靠局 唱罗会 我们能够靠谁呢 靠局唱罗会 阿们 我听到师母的声音 是的我们不能够靠我们自己 我们不能够靠人 我们虽然知道这个路不容易走 但是呢 虽然我们面对很多的不便 不方便的地方 与其埋怨 与其不满 与其在那边吐口水 在那边 发脾气 在那边埋怨这个人 埋怨那个人 都是你的错 埋怨政府啊 埋怨这个制度啊 埋怨教会啊 埋怨这个埋怨那个 为什么不选择跟神合作 为什么不选择配合 跟政府配合 来应对 为什么不选择祷告 这40天的禁食祷告 就是为我国祷告 为疫情祷告 当我们从积极的角度 带着信心的眼光 来面对这场的疫情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们都能够得胜有益 Amen 总有一天我们可以重见光明 所以 我们要筹备 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 我们要做出一些的 调整 一些的改变 我们要配合 我们的生活会改变 每一出门就要戴口罩了 对不对 我们的教会生活会带来很大的改变 我们不能够有实体聚会 但是我们可以在zoom见面 我们可以透过手机联络 我们可以透过其他方法 来做 联系 我们的团契 可以在zoom那边进行 我们的奉献要透过银行转账 Ewallet 我们的敬拜可能只有一个 弟兄在 Niki就在那边弹吉他而已 没有那个full band 不要紧 形式可以改变 但是信心不改变 但是精神不改变 那个心智不改变 那个心还在神那边 你们已经有福气了 还有吉他手 我去那些小教会那边 总讲到 他们是 连 事情都没有 只是播放 赞美之权的歌曲 Hallelujah 你们很蒙福了 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们要感恩 最后 诗篇 29篇第10节 大水 泛滥之时 耶和华坐着 耶和华坐着为王 他仍然做王 你为我们的神 在放假 你为他现在是在Holiday 没有 我们的神 他仍然同管万有 他仍然同管人类的历史 他仍然同管你和我的生命 他容许 这场疫情的发生 有他的旨意 我们要跟神的旨意对齐 我们要认定 他仍然做王 他仍然掌管我们的生命 掌管整个世界 Hallelujah 他坐着为王 直到永远 让我们紧紧的抓住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尤其是27章44节 众人都得了救 上了岸 在这个水深火热的时刻 你准备好了你的救生包吗 首先 你要扔掉 额外的包袱 你祷告 求圣灵光照你 你额外的包袱是什么 你放手 交给主 Let go and let God 然后你要放在你的救生包里面 神的话 相信神的话语 相信神的应许 最后 你要靠这主 以信心 继续的前进 虽然你和我的船 在这个风雨中航行 可能有些已经遇到了船坏了 船难了 你现在是否经历到一个大风浪 一个风暴 你的船 装满了水 你的船可能破了坏了 船洞了 你的生命受到威胁 你的经济 你的健康 你的家人 受到威胁 可能水已经流入了你的船 看来船好像要沉下去了 弟兄姐妹 新朋友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只要有主在你的船上 你不怕风浪 这是我们主入学唱的歌 我只是记得英文 With Christ in the vessel We can smile at the stone 不怕风浪 不怕风浪 有主在我船上 我就不怕风浪 直到海底天桥 Amen 感谢主 我还有一个助唱 感谢主 对了 在这个风暴中 最重要就是我们有主 在我们的船上 最重要就是有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什么风暴都好 多激烈都好 一天 会过去 果然 保罗 平安到达 罗马 有一天 我们会重见光明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亲爱的 弟兄姐妹们 可能目前你的情况 好像保罗一样 你遇到船 Ship rat Ship rat 你的船 好像要沉下去了 你的船 好像已经进了水 你惧怕 你担忧 比如 你感觉到无助 无奈 无能 我要你这个时刻 凭着信心向神来祷告 是的 无论你的需要是什么 我要你 为自己祷告 等一下牧师也为你祝福 是的 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 经济的威胁 健康的威胁 家庭的威胁 事业 生意的威胁 我要你凭信心 祷告 是的 把你的问题交给主 Hallelujah Hallelujah 开身为自己祷告 亲爱的新朋友 如果今天你还没有认识主 我今天可以 鼓励你 邀请 欢迎 欢迎 欢迎耶稣进入你的生命 邀请耶稣进入你的船 进入你的生命 让祂来掌控你的生命 让祂成为那个船主 他就是那个船主 你生命的船主 让祂成为你的船主 平安的 散案 Hallelujah 是的如果你要认识主的话 我希望待会儿在break up room 你可以留下来 跟教会的领袖谈 教会的领袖会帮助你 好不好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的话语 带给我们亮光 感谢你的话语 带给我们信心 主啊今天我围着 线上的每一位 弟兄姐妹 新朋友 祷告 无论他们的出境如何 我可能当中有一些遇到了船难 在水深火热当中 主啊 我祷告你的话语再次的来 帮助他们 走出他们的困境 走出他们的难题 走到上帝的面前 来到耶稣的面前 把主权叫出来 surender 放手 放心 交给主 让耶稣来掌控你的生命 让耶稣来引领你 前面的道路 主啊求你的保血后的遮盖 大复兴教会 牧师传道 同工执事 弟兄姐妹们 保守他们 脱离这个病毒的轻视 阿们 保血后的遮盖这间教会 没有任何的伤盲 会发生 主啊 你来保守 你来遮盖 你来祝福 你来供应 这间教会 一切的需要 阿里路亚 知道你是随听祷告的 主啊 因为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 啊 好